她真的是一个会把玩家和主播放在心上的官方啊 拜拉,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你和土豆在迷你世界打打闹闹的场景了 春节了,迷你世界的公主和王子们都想你了 有空回来看看他们好吗 没想到有一天,我既然能收到官方发的私信 再一问,才知道不仅如此 官方还在各大视频下面评论 我的老兵宝宝们集结回归了 我在迷你世界很想你们 失去了我们的撑腰,官方竟然变得如此卑微 不行,我们必须回归力挺迷你 因为它是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还记得2018年迷你爆火的时候 那时候在迷你世界冒险 打黑龙,拍戏 这才有了我们之间的故事 直到我们学业繁忙,再或者是被其他游戏吸引 大家都渐渐离开了 可它终究是迷你啊 那个陪伴我们长大,带给我们惊喜的迷你 而官方也在默默理解着我们 努力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大家说喜欢方块,它就真的把方块改回来了 大家说服务器卡,它就不断优化 现在无论是进联机大厅,还是游戏工坊 这灵敏度都让我感觉有点恍惚 大家喜欢科目三,它就把科目三也加进了游戏里 为了增加大家的新鲜感,还添加了很多形式动作 并且贴心的配上了背景音乐 看着游戏玩家,甚至主播们,还是不为所动 它又默默的去更新了玩法 在新版本,添加了虚空之夜 感觉变成虚空之夜的夜晚 就像是无数个玩家们离开游戏的夜晚 所有生物都变异了 甚至还会发动攻击 除此之外,迷你还偷偷上线了很多福利 2024个迷你币,各种永久外观 都是迷你世界的诚意 这一波,迷你世界开大了 这样的迷你,还不赶紧带着昔日的朋友 一起回归看看吧 毕竟我们应该都还记得那句话 迷你不倒,我们不散 哎,别花走 如果你上线了,一定要听我舞这一曲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谢谢你 而且有你 世界更美丽